提到抗日战争,武器差距这个词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脑海,当时的中国军事工业发展薄弱,在硬件配置上,与日本有着巨大的差距。 很多中国军人只能拿着一战时期的老式武装来与日本人较量,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并非所有中国军人的装备都不过关。 1933年,希特勒成功当选德国总理,但那时的他还没有暴露出征服世界的野心,而是在国际社会上广结盟友,一心让德国进行工业发展。 蒋介石就是在这个时期与希特勒产生了联系,由于蒋介石本人反苏反共,让希特勒对他非常看好,中德两国之间的军事往来因此展开,并且在后续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 在德国的援助之下,蒋介石拥有了一支德式武装的军队,武器装备极佳,在抗战早期时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但是这支军队在抗战后期却似乎销声匿迹,再无消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支受到德国援助所组建的军队被称为德写师,总规模达到了28个师外加教导总队。 在装备配置方面,老蒋下的血本,从德国人手中买来了22万顶德制钢盔,1000多把马克新重机枪,100多门三七式战防炮,光式子弹,蒋介石就买了整整1亿3千多万发。 除了这些大剑装备之外,蒋介石还给德写师里的士兵配备了先进的德式冲锋枪,1924是毛色步枪,以及手提式杰克轻机枪,这些装备比当时日本人手里拿的38大概还要好。 在后勤补给上,德写师也和普通军队不一样,德写师人手一个防毒面具和钢制饭盒,就连军装也分为三种,每日的饮食都有所保障,完全被老蒋当成了心头肉来养。 为了提升德写师的战斗力,蒋介石还给德写师配备了大量的坦克,用来进行战场上的不坦协同作战。 每个德写师的队伍里都有工兵营、特务营、战防炮连等各类兵种,纸面实力极为强悍。 抗战爆发后,这些德写师也的确给蒋介石带来了回馈,他们可以被称之为是中国抗战早期的中流砥柱。 松虎会战是德写师们的第一个战场,为了打消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可笑愿景,蒋介石大手一挥,直接派出了二十个德写师。 为了打出名堂,蒋介石调用了空军为德写师进行掩护。 在1937年8月13日,德写师正式向日本驻护军事基地发动围攻,这也是抗战早期少数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战事。 战争爆发之后,德写师迅速涌入了上海市区,在社区与日军展开了街道战。 与此同时,空军投掷大量弹药,直逼日军住户司令部。 空军炮火的掩护之下,德写师在8月13日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 他们成功占领了五州公墓和宝山桥等战略要地,同时把沪江大学牢牢控制,几乎成功将上海夺了回来。 一天过后,国民党方面再次增援,德写师开始攻击虹口公园,距离日军的司令部只有咫尺之咬。 但是,日军也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8月15日,日本方面派出第三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从国军部队的侧后方登陆上海,开始了猛烈的反咬。 中日再一次于上海在街道上爆发混战。 在这个过程中,一名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是一辆孤独的中国战车,在没有任何火力掩护和协同部队的情况下,静止向日军阵地冲锋。 这辆中国战车就隶属于当时的德写师。 双方在上海僵持了将近一周。 8月21日,日本调动运载着一万多名日本士兵的长文号和陆澳号战力舰驶向了上海。 这一万多人直接成为了影响战局的关键。 由于敌方是从海上登陆,并且非常分散,穿沙阵,无松口一带基本被日军控制。 这直接导致在城中奋战的德写师们陷入危险。 为了破局,蒋介石再次派遣兵力,总计调用了8个集团军,48个师,15个独立旅。 战士们前仆后继地奔赴上海,中国方面投入的总兵力突破了60万人。 然而这场仗在僵持了两个多月之后,日军还是占据了先机。 他们在11月5日对中国军队展开了包围,为了保存实力。 国军士兵只能溃逃,松湖会战也以中方的实力作为结局。 在这场战役当中,中方付出了30万士兵伤亡的代价,日方的伤亡则大约在7万左右。 不过,这一战的缺替蒋介石的德谢师打出了一些名声, 单单是一个松湖会战就消磨了日军三个多月的时间。 这让他们短期灭亡中国的幻想彻底落空。 松湖会战之后,蒋介石的德谢师又参与到了徐州会战。 台尔庄战役等知名战役当中,他们坚守阵地, 为后方抗日力量的进一步集结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从数据上来讲,德谢师的伤亡明显比日军大很多, 松湖会战中双方的战损比是5.5毛号1。 既然德谢师拿着先进的德式装备,为什么还是打不过日军呢? 在战争当中,武器装备当然很重要, 但是如何用正确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 有可能比武器本身还要重要。 蒋介石虽然给他的队伍配起了先进的德式装备, 但是这些枪器和火炮根本不为人所熟知, 在中国屈辱的近代历史上, 普通士兵哪有机会去使用全自动冲锋枪和手提式轻击枪呢? 所以,对装备的不熟悉是德谢师在战场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内式的中国士兵在战术上还比较原始, 德国是一战的直接参与国, 打过很多现代化的战争, 战争理念远超同时代的国民党军队, 他们的这些武器装备只有配合德军的战术, 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我们回到前文中提到的那张照片, 在内式的欧洲战场上, 坦克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一种军事单位, 在坦克作战时, 周边一般都会有步兵队伍对其进行延误, 双方共同推进,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坦协同战术。 从照片上来看, 国军在使用坦克时显然没有按照不坦协同战术执行, 只会让坦克笨重的劣势尽显无疑。 而且, 德军在作战当中经常会用火力进行持续压制, 对步兵射击有着很高要求, 这种打法在欧洲也许可以行得通, 但是面对单兵肉搏能力强悍的日军, 单纯的火力压制显然是不够的, 一旦短兵相接, 国军手中的德式装备就成了废铁。 除此之外, 蒋介石买来的这些德式装备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有问题, 在1936年是射三七式火炮的时候, 就出现过连续炸汤的事件, 所以德谢师们的装备并没有完全被投入到战场上。 在多方因素的干扰之下, 德谢师并没能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实力, 不过他们依旧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既然德谢师能够在战场上与日军打得有来有往, 那为什么在抗战后期, 我们就基本听不到有关德谢师的消息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相当简单, 因为德谢师们几乎都被打散了, 装备也分批流入了蒋介石的嫡系队伍当中, 在抗战后期, 德谢师早已名存失望。 以南京保卫战为例, 负责正面保卫南京的德谢师八十八师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直到日军从后方其他防区攻进南京, 他们所守卫的方向也没有沦陷。 在这场血战之后, 八十八师伤亡惨重, 阵亡了两名旅长, 三名团长, 十一名营长, 八千人的队伍打到最后, 净止剩下不到两千人。 在抗战早期, 与八十八师一样的德谢师还有很多, 他们拥有一枪热血和胜利的决心, 但奈何敌军的战术更为高明, 所以他们也只能屡次血战, 燃烧自己的生命。 在当时的中国, 只有德谢师能够在正面战场, 对日军形成一定的威胁和牵制, 其他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 基本无法在正面战场适应日军德谢师的存在, 其实就是为了给后方的抗日队伍争取时间。 抗战爆发四个月, 蒋介石的二十八个德谢师就基本打光了, 此时的德国也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 和日本穿起了一条裤子, 中国后续也无法从德国取得任何援助, 有人将抗日战争形容为一个工业国家, 对农业国家的全方位碾压, 这样的说法听上去让人心痛, 但却也有一定道理,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扮演着弱势方, 在各个领域全面落后, 即便有德国人进行援助, 也根本无法抹平与日本军队的差距。 我们的先烈就是顶着这样的困难战胜了日军, 创造了近现代战争历史上的神话, 这段历史必然会被华夏子孙永久铭记, 永不忘怀。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史, 回复001即可观看。